备阵市井赛 中国羽毛球队昨天晚上在青岛进行了三场模拟对抗赛 焦点出战的当然是南丹的这场比赛 而林丹也是以0比2的比分不离失地王争铭 这样一场大赛前的小失利会成为超级丹 下一次爆发的原点吗 一起来看 由于奥运会后长期缺席国际比赛 林丹现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100倍 不过来青岛封闭集训三个多星期 林丹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他在此前的队内练习赛当中 甚至还赢过世锦赛2号种子陈龙 以及3号种子杜鹏宇 昨晚对战小他7岁的王争铭 林丹在局面上始终控制对手 体能上也看不出骆丝毫下风 而且开场林丹一度领先 第一局也曾逼到19比20 但是关键时刻林丹失误了 这个犹豫的榜前处理让他先丢一局 第二局打到后半段 林丹依然有三四分的领先优势 这个球林丹打得霸气十足 让王争铭毫无反击之力 不过长期没有参加比赛的林丹 还是在并非被动的局面之下 屡屡出现失误 最终0比2 林丹输掉了这场模拟赛 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讲发挥的也算正常 当然小明也打得很好 我觉得今天可能自己有些球处理会 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耐心 所以因为我自己看他回想一下 两支球其实我都有领先 但是好像没有把机会把握得更好 其实赛前我做好了 打三局 然后会打到七十八十分钟左右 然后可能今天我打他的话 就是去放中去拼他 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个失误比较少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打 然后也是在我的家里打 然后我就是我希望能打得更好一点吧 最近几年林丹靠着顽强的意志 拿下过多场艰苦比赛 2011年世锦赛 2012年奥运会 他都曾在南丹决赛当中上演过绝境翻牌 因此这样一场模拟赛的胜负 不足以成为检验其真正战斗力的标杆 而且除了胜与负 林丹更希望通过自己比赛的过程 去将羽毛球这项运动发扬光大 输赢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希望自己能够每场球的尽可能表现得好一点 就像一个职业运动人一样 因为谁都不愿意去尽球 谁都愿意多赢起场球 所以我觉得尽可能地去把所有的输跟赢 都处理到好一点 对 感谢观看